当然玩笑毕竟只是玩笑,而你的提问也有点问题,因为有涨并不是只涨不跌,而是有涨有跌,只是涨得多,跌得上如下图所示。 这有一种理论叫做螺旋式上升,也就是在跌跌涨涨中逐步上升,大家有一点的地方,是为何一直保持在整体上涨趋势,而不是下降。 不过这就涉及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,很多人对油价的印象是只涨不跌,表明原因是最近几年的油价波动,确实是涨得多跌得上。 远的不说,2017年一共23轮调价,其中10次上调,6次下调,7次搁浅,2018年截至目前是11次上调,6次下调,一次搁浅。 原因是我们的油含税多,油统计,成品油含税大约46个百分点,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前市税收,包括消费税,增值税,教育税,部分还包含养路等税收。 如果没有这么多税,中国的油就很便宜了,国家之前的补贴和税费统一计算入油价中,这体现了两个方面的改革。 一是油车人请给国家按时上税,而不是国家拿全国纳税人的钱,给油车一组补贴。 第二是体现开车多得多交税,开车上得上交税,而不是吃大锅饭一刀鞋。 网络上有个段子,2008年3月20日,国际原油每桶147美元,国内留甲6.3元。 十年后的2018年5月26日,国际原油每桶75.56美元,国内留甲7.4元,可能是桶贵了,无风不勤浪,任何的段子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。 或许两桶油要深思深思自己了,此生油你犯,当然玩笑毕竟只是玩笑,而你的提问也有点问题。 因为油价并不是只涨不跌,而是油价有跌,只是涨得多,跌得上如下图所示。 这有一种理论叫做螺旋式上升,也就是在跌跌涨涨中逐步上升。 大家有一点的地方,是为何一直保持在整体上涨趋势,而不是下降。 不过这就涉及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。 很多人对油价的印象是只涨不跌,表明原因是最近几年的油价波动,确实是涨得多跌得上。 远的不说,2017年一共23轮调价,其中十次上调,六次下调,七次搁浅。 2018年截至目前是11次上调,六次下调,一次搁浅。 原因是我们的油含税多,有统计,成品油含税大约46个百分点。 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前市税收,包括消费税,增值税,教育税,部分还包含养路等税收。 如果没有这么多税,中国的油就很便宜了。 国家之前的补贴和税费统一计算入油价中,这体现了两个方面的改革。 一是有车人请给国家按时上税,而不是国家拿全国纳税人的钱给有车一组补贴。 第二是体现开车多得多交税,开车少得少交税,而不是吃大锅饭一刀切。 网络上有个段子,2008年3月20日,国际人油每桶147美元,国内留甲6.3元,十年后的2018年5月26日,国际人油每桶75.56美元,国内留甲7.4元,可能是桶贵了,无风不启浪,任何个段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。 或许两桶油要深思,深思自己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